昨天让大家最触目惊心的这一幕是洲际码头的大型货柜 仿佛积木一般的脆弱 原本堆叠三到四层的货柜被强风吹先 直接往空冲猛抛而掉落 而在市区的部分招牌也不敌强风纷纷的坠落 市区的道路呢 现在许多的路数倒幅还是有超过1800棵的路数 很多的树林好几十年的大树也都被连根给拔起了 至今还是倒在路中央引发了交通中断 因此一大早国军递休就动员起来协助清扫 校门口大树小树全都横躺路中央请求紧急支援 人行到这种树下直屑比较小 所以就是说风一吹的时候它容易倒幅 树木倒塌之后压到变电箱就是说停电 台风连假第四天 高雄阳明国中还是黑漆漆 官方统计强风吹垮超过1800棵露树 市区道路宛如树的坟场 国军802医院政院老树 腰围得十个人环抱 枝繁叶茂也不堪强风而倒 因为它是气生根造成它的树尾很大 而不是它本身很大 这次是真的风很大 瞬间风数太大它整个就吹倒了 路数多到国军官兵动起来支援前线 高雄市区许多号制灯损毁 车流来往东西南北全都靠感觉 参考下一个路口比较安全 治灾性强风让市民措手不及 市区满目疮痍 期待环境大清理 大新闻吴亦轩王朝中高雄报道